OK 上课 protein的下半部分呢 就是读一些关于蛋白质结构的东西 那么先从这边开始 蛋白质的分类 蛋白质的分类 蛋白质的分类呢 可以按照这三种 这个在你的课本没有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之后会讲很多名词 然后课本都没有好好的去分类 然后我找了很久才找到OK 就这样子来分 那么我才可以跟你好好的讲 接下来的那些名词 蛋白质分类呢 可以按照这三种方式来分类 按照它的结构 分类 按照它的内容 它的构成来分类 或者按照它的功能来分类 先讲蛋白质的结构 按照蛋白质的结构来分类 可以把蛋白质分成两种 fibrous protein跟globular protein fibrous protein是纤维蛋白 纤维蛋白就好像这个涂浆咯 纤维状咯 它主要来做结构性的东西的事情 例如collagen collagen是埋在 我不懂 可能你听广告应该听得够多了 collagen是埋在你的那个 connective tissue里面 埋在你的皮肤啊 你的血液啊你的啊 sorry 没有血液皮肤啊 软骨里面的 呃胶原蛋白 ok 然后globular protein globular protein就是这样子的球状蛋白 那么这个球状的蛋白跟这个啊 纤维蛋白差别就很大了 这个是一条一条的 然后这个是一团的 这个球状蛋白主要的工作是做 酶 ok 所以你单单看了结构 你就知道它是做什么了 ok 这一个是要来做结构性的 呃 例如做头发啊 做软骨啊 这个是要来做酶的 ok 按照结构来分protein啊 就可以分成这两种protein fibrous protein 跟globular protein 这两个名字要记 ok 如果按照它的构成呢 按照它的内容呢 蛋白质可以分 又可以分成两种 simple protein跟conjugated protein simple protein是讲 这个protein只有amino acid组成 ok 这个protein从头到尾 它就只有amino acid 那么最常给的例子呢 就这个insulin insulin是胰岛素 是你的啊 你的胰脏在消化道附近 它先探测到你的血液里面呢 有很多的血糖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 它就会分泌胰岛素 然后这胰岛素去到你的肝脏或肌肉的时候 你的肝脏和肌肉就会开始吸收血液里面的血糖 OK 那个是 这个是一个我们最早研究出来的蛋白质之一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它的那个医学价值太高 OK conjugated protein conjugated protein呢 是 它除了amino acid这样子的simple protein以外 它还要缠一些肥蛋白质的元素在里面 例如雪红素 雪红素我们是拿来带氧气的吗 那么它讲带氧气 就是靠那个铁 靠那个铁跟氧结合 然后可以带氧气吗 那么 那个amino acid本身是没有铁的 OK 所以它是用那个蛋白质的结构 然后把那个铁包在那个蛋白质里面 然后让它比较容易跟铁 跟氧气结合 然后可以这样子运输氧气 这个是hemoglobin 里面有铁 所以hemoglobin是一个conjugated protein 然后insulin是一个simple protein OK 这两个名字要记 OK 接下来就是按照protein的功能 OK 可以分成这8种protein 我知道我一打开 哇 这么多东西要背啊 确实是 OK 而且这个课本有明确记载 中文38英文89 我一个一个 我会一个一个讲啊 enzymatic protein 酶的蛋白质 这个为什么把它摆在第一位 按照ABCD来摆 它不应该在第一位 不过所有的酶都是protein来的 所以 而且这也是protein的最大的一个功能 所以就把它摆在前面咯 OK 所有的酶都是protein做的 然后第二个storage protein 就是这个蛋白质 它是用来储存营养的 OK 油 Overmiumin跟Casein Overmiumin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蛋白 OK 鸡蛋蛋白或者更好的名字叫软清蛋白的 OK 然后Casein呢就是啊 呃 乳制品 OK 牛奶里面的那个蛋白 OK 乳蛋白Casein OK 然后三号 Hormonal protein OK Hormone就是荷尔蒙 OK 身体呢 啊 器官跟器官之间怎样沟通 你的脑 如果要叫你的手做事情的话 它就会用神脑 那个神经的方式传导叫你的手去做事情吗 可是如果say你的 Increasein 预障要你的 预障要叫你的神经做事情 它就命令你有 OK 如果你的预障 要让你的肝脏跟肌肉的细胞吸收多一点 葡萄汤的话 没有神经传导 因为它只可以用这个荷尔蒙的方式 把那个这样子的 荷尔蒙放进血液里面 然后带血 有血液带到它的目的地去 那么荷尔蒙 就是一种 器官跟器官沟通 互通消息的方式 那么 例子就是胰岛素 contractile protein 收缩的蛋白质 就这边有两个 actin跟myosin 激动蛋白跟激旧蛋白 激动蛋白跟激旧蛋白 这两个蛋白质 都是用在 肌肉收缩的 那么你到高三了 才会去读这些东西 Defensive protein 防御性的蛋白质 它的例子是antibody antibody是 我们身体的 有一种特定的细胞分泌 叫B细胞 那么antibody 抗体 本身并不能够 它的最大的工作是 辨认外来物质 细菌也好 病毒也好 然后这个抗体呢 就会去 粘在这个外来物质上面 然后 它就会 开启 接下来的身体的防御的工作 因为这是抗体的 最重要的工作 它不是它自己去抗 那个外来的物质 是它开启了 接下来抗外来物质的反应 OK Transport Transport就是运输蛋白质 运输蛋白质 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Hemoglobin 就是血红蛋白运输氧气 一个就是protein pump 之前有学过的 在细胞膜上面的protein pump 甚至连pore protein channel protein carrier protein 都是这种transport protein Receptor protein Receptor protein 然后它的例子是receptor 确实是 如果我的例子写的太复杂一点的话 你们也看不懂 而且receptor很少在我们的 高中的课本里面讲出来 来 我要回到这个荷尔蒙的这个例子 OK 当你的胰胀发现 我吃了很多糖的东西 我的血液里面即将会有 我的血液里面会有很多血糖 不是会有 已经有很多血糖了 它要把这个消息放给肝脏跟鸡肉 当它放给肝脏 它用insulin的方式 放给肝脏跟鸡肉 那么你的肝脏跟鸡肉细胞 它要认得insulin 它要看到insulin 你要吸收进来 它怎么知道这个是insulin呢 就是肝脏跟鸡肉的细胞上面 有insulin的receptor OK 它一接受到了insulin 它就会跟这个细胞本身沟通 讲 我们现在要开工吸收葡萄糖了 因为这就是receptor 它是我们的细胞接收外界信讯息的方法 这些receptor都会长在细胞膜上面 或里面 或细胞膜 就细胞膜了 OK 然后最后一个 我这个红点又不会过去 过去它又跑出来 最后一个是structural protein OK structural protein 结构性的蛋白质 结构性的蛋白质给的例子呢 就是这两个 keratin跟collagen OK collagen胶原蛋白 听广告听多了 吃了胶原蛋白就会有什么生机功效 OK 我无法否认 胶原蛋白在体内有它的功能 我要否定的是吃了胶原蛋白或者涂抹了胶原蛋白会有什么生机的功效 这个我在消化的时候会特别讲 keratin呢就是脚蛋白比胶原蛋白还要硬一点的蛋白质 啊什么东西比胶原蛋白还要硬耶 你的头发哦 你的头发就是啊 一个keratin很好的例子 OK 所以头发也是蛋白质 肚子饿了可以吃 不可以 很难消化 OK 很难消化啊 所以你发现到吗 蛋白质呢 从很容易消化的蛋白 到很难消化的头发 OK 这个就是蛋白质的特点 你懂啊 它呃 由20种amino acid组成 然后不同的amino acid 不同的排法 顺序不一样 它就有完全不一样的功能 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然后造就了它 这么多不同的功能 这amino acid有的哦 其他之前的 那些 lipids啊 carbohydrate是没有的 OK lipid carbohydrate它的功能没有这么多到这么恐怖 只有amino acid有本事做这件事情 只有protein有本事做这件事情 OK 然后继续 OK 那么啊 这边呢 讲了 呃 蛋白质的分类了啊 可以用 结构分类 用composition 分类 用function分类 然后接下来呢 是要讲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OK OK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就有分四个咯 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quaternary OK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结构 那么啊 这些 这些 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quaternary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结构 在讲什么呢 啊 英文课本90页 或者中文课本35页 那四级结构啊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primary 是这样一条线的 然后secondary是这样子 然后特学率是这样子 quaternary是这样子 啊 这边有它的那个 呃 解释 如果你看得清楚了 你就看哦 这个是大学课本level的图啊 which is 很好的图啊 OK 来 啊 primary primary structure primary structure呢 是在讲这一个蛋白质的 aminoacid的 排序 哪一个aminoacid 鲜 哪一个aminoacid 后 OK 这边呢 给的就是insulin的 呃 排序 那么insulin是 因为它的药用价值 它的医药价值很高 所以它是 最早研究的蛋白质之一 那么它这边就是 把aminoacid的 啊 aminoacid有两条蛋白质 组成 OK 然后这两条蛋白质的顺序是 这两条蛋白质 底面aminoacid的顺序是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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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它的那些aminoacid的名字啊 然后这 s跟s呢 你 你发现到s跟s呢 只出现在这边啊 cysteine 这边出现 因为只有它才有 s的 那个 sulfur的 那个 才可以形成 sulfur的那个键 这个之后会讲 OK 那个是primary structure 就是你 你看 蛋白质的 primary structure呢 你只知道 aminoacid的先后顺序 下一个 Secondary structure Secondary structure呢 是 H bond 形成的 OK 因为 H bond 所以有 Secondary structure Secondary structure 只有两个 罢了 OK 一个叫 alpha helix helix就是螺旋 OK 这样子 螺旋 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螺旋柱状的结构出现呢 因为 有这个咯 这个咯 啊 H bond hydrogen bond 形成 这个H跟这个O 呃 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大家互相吸引 所以就 排成这样漂亮的那个柱状的结构 OK 这个alpha helix OK 另外一个叫 beta 呃 这边虽然讲beta beta sheet啊 不过 我们总学就跟它叫成beta sheet就好了 OK 呃 读这个字要读的声音很标准的 OK 两个E 要拉长一点 OK 如果你读声音比较短就错了 OK beta sheet OK 就好像海边一样 beach 啊 你不可以读到很短啊 OK 啊 beta sheet OK beta sheet呢 是 呃 sheet就是 sheet 就是 呃 一片纸 OK 一个床单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 它就是一片的 这样子的结构 那么为什么后语 这样子一片的结构 一样的 OK 也是因为 呃 氢跟氧啊 形成了 这个hydrogen bond造成的 早早 之前读的那个水 那个hydrogen bond 在这边又出现了 OK 所以 secondary structure 啊 只是在 讲 因为hydrogen bond 形成的 alpha helix 跟beta sheet OK tertiary structure 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OK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哦 先看一下三级结构是这个 OK 三级结构就是3D结构 OK 这个是一个蛋白质来的 啊 忘记掉我是拿什么图了 不过啊 啊 这是一个蛋白质哦 OK 它是一个呃 3D的结构 这样子的图 OK 那么啊 蛋白质 它做好了 它是一条的 好像这样子 哎 它是一条 或者多条的 不过 不论如何 他 啊 做好了放进 液体里面 水里面 它对的环境里面 它就会形成这样子的3D的结构 那么为什么它会有形成3D的结构 3D的结构就是tertiary structure 为什么它会形成这样子3D的结构 因为下面这四件事情 1 2 3 4 Hydrogen bond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and Fund divine interaction Dysol 5 bond 跟Ionic bond 这四个你要背起来 这四个你要能够分辨 那 这个就是 啊 我的大学的课本用的图哦 不过我觉得很好用哦 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啊 来 Hydrogen bond 就是H跟O 之间的那个吸引力 OK 这个是Hydrogen bond 然后第二个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and van der Waals interaction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OK 这个图啊 这一条啊 紫色的啊 叫Polypeptide backbone 就是 啊 就是Polypeptide OK 然后这一边呢 显示的呢 啊 是 你的那个 R 那个SiteChange SiteChain SiteChain的 啊 的 这些SiteChain哦 然后这些SiteChain有 不同的SiteChain吗 这个SiteChain呢 是刚好有OH 跟COH 然后他们可以形成一个Hydrogen bond 然后这两个SiteChain呢 就是Valene的SiteChain OK 这个Valene 一种Amino Acid Valene的SiteChain呢 这两个是非常的Hydrophobic OK 所以他不会 你在水的环境里面呢 这两个 不会打开来面对水的 他们一定是 诶 你也讨厌水啊 诶 我也讨厌水的 哦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Best Friend 他们就会 这样子 往里面收 然后这样子面对自己哦 OK 这个名字很常叫Hydrophobic Interaction and Van der Waals Interaction 或者Hydrophobic Interaction and Van der Waals Interaction 然后这个叫Disulfide Bridge Disulfide Bridge呢 就是其中一个Amino Acid OK 叫Sistein的 它有这个Sulfur 然后当这个Sulfur跟另外一个Sulfur 这个Sistein的Sulfur跟另外一个Sistein的Sulfur 界面的时候 它们会形成一个键 OK 这个就叫做Disulfide Bridge 所以 啊 好像我这边啊 这个 这个 Insulin它有两条嘛 然后 啊 它这个Sistein A A chain的Sistein跟B chain的Sistein 啊 刚好 可以形成Disulfide Bridge 然后这两个Sistein可以形成Disulfide Bridge 然后这这两个Sistein可以形成Disulfide Bridge OK 你那个做的时候要刚刚好做到这样子 如果他们 如果你这一个Sistein跟这个Sistein形成Disulfide Bridge的话 这样这一个啊 Insulin就费了 也那个我们体内会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Anyway 这个是Disulfide Bridge啊 就是两个 双流键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最后一种叫Ionic Bond Ionic Bond就是 刚好你是COOH酸的 啊 你是NH3-的 哎呦我们好配啊 大家就会比较靠近哦 就叫做Ionic Bond OK 那么这四种Bond啊 啊 讲到这边哦 啊 对 讲到这边啊 我要你们想一下啊 这个我通常很少讲的 如果我要你们想一下啊 这 这些东西怎样破坏掉啊 嗯 就怎样破坏掉它 啊 你怎样破坏掉这个Hydrophobic Interaction呢 当你把这一个啊 蛋白质跟它丢进 它这个是在水的环境这边如果这边都是水的话哦 它就迫使它往内缩嘛 所以这些呃 输水的它们就会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把它丢进 这些油的环境底下啊 它就 会迫使它往外开 对不对 所以 啊 Hydrophobic Interaction呢 可以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and Von der Voss Interaction呢 可以用 呃 呃那个环境是油还是水 来 破坏掉 OK Hydrogen Bond Dysulfide Bond 跟Ionic Bond 都是Bond 对不对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破坏的话 呃 破坏Bond 大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加热哦 只要加热 这个这个 这个Bond会断 只要加热这个Bond会断 只要加热这个Bond也会断 OK还有还有Ionic Bond 既然你叫Ionic Ionic Bond 既然你一个是碱一个是酸 那么我讲破坏你 我把你这个东西放进酸跟碱的环境下 你就可以把你破坏掉了啊 对不对 那个 呃 强酸 就会把这个碱吸过 就会把这个碱吸引过去啊 它就会跟这个碱 发生反应啊 那么一 一跟这个碱发生反应的话 这样 这个Ionic Bond就不成立哦 OK所以 呃 上课我可以给你们想一下 然后同学可以发问 不过我们现在 不是正常上课 OK所以啊 破坏这四个Bond啊 可以通过 呃 加热也好啊 外面的环境啊 看是油还是水啊 跟酸碱 OK 这是 看这个我们就可以想到的 OK 这个东西很重要 摆在一边 显 OK 接下来 Quaternary Structure OK Quaternary Structure 的意思是 Association of two or more Polypeptide OK 这一个呢 是一个 Hemoglobin的示意图 Hemoglobin呢 是有 啊 四稿 四块 那个Polypeptide 组成的 诶 这边有四块Polypeptide 然后这两块Polypeptide呢 呃 是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 叫Alpha 然后这两块Polypeptide呢 是一 不是几乎 是一模一样的叫Beta Beta的Polypeptide OK 然后这个Hemoglobin呢 就是 那个 呃 用来 那个 那个 铁 铁 会 会在 会存在在这个Hem group里面 Anyway 啊 OK 你现在知道了 Hemoglobin啊 血红素啊 它不是一条蛋白质 OK 它是四条蛋白质 大家参参参 这样子做出来一个超大块的蛋白质 OK 那么这种 有四个 不同的3D结构 有四条不同的Polypeptide 或Protein 组成的一个超大块的Protein 就叫做Quaternary Structure 四级结构 OK 然后 啊 考试的时候 通常触法是什么呢 啊 你如果翻开你的英文课本 啊 90页的话哦 应该会看到一个图 啊 我现在在翻课本 你应该会看到一个图 90页的下面 他就会讲说 这个是4 level of protein 那么考试的时候 最喜欢出什么呢 就是 啊 给你一个图 然后叫你辨认它是哪一个 呃 Protein的Structure 所以你要有本事讲它是 Primary Secondary Quaternary 或者是Tertiary OK来回到这边了 那 呃 刚才我讲了吗 这4种Bond你要怎样破坏 那么如果你破坏了 蛋白质的Tertiary Structure 你就等于破坏了它的 呃 蛋白质的功能 OK 你破坏了蛋白质的Tertiary Structure 就等于你破坏了蛋白质的功能 因为 蛋白质的功能跟它的3D结构吸气效果 那么如果你破坏了 蛋白质 如果你要破坏蛋白质的3D结构的话 你就是讲 你要破坏刚才讲的那4个 呃 4个Bond OK 这4个Bond Androgen Bond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And Van der Bar Interaction Disulfide Bridge 跟Ionic Bond 你要破坏这4个 你才可以破坏它掉它的 三级结构 那么刚才也有讲了 啊 你一个一个分析大家讲破坏 对不对 那么在这边就写下了 啊 第一个 怎样破坏掉这个蛋白质的4个Bond呢 第一个就是加热 加热是最快最简单 大家都知道的 OK 第二个就是PH PH就是破坏掉它那个Ionic Bond的这件事情 第三个是Hydrophobicity 就是清水性输水性这件事情 OK 那么你这个蛋白质是在油啊 在水里面它的那个 就会影响它的Hydrophobic Interaction 然后第4个 Mechanical Force Mechanical Force呢 这个就是 呃 机械式的 呃 我会用的例子是 蛋白 OK 你你你你 你们应该有吃过一种 呃 东西叫mayonnaise ,mayonnaise是由蛋白打出来的 OK 那个mayonnaise哦 他没有加任何的那个蛋白没有没有拿去煮 你懂啊 OK 他只是拿那个蛋白 OK 然后放在一个碗里面 然后加一些其他的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一直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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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搅 OK Mechanical Force Mechanical Force 用手一直搅一直搅 打到它变成呃 软软的很蓬松的白白色的那个mayonnaise OK 啊 mayonnaise 我再去美国之前 我有去我澳洲我的我的姑妈的家 然后我的姑妈哎 问我哎 你涂面包喜欢用什么 我就讲mayonnaise 然后他就一直听不懂 哦 姑妈移民澳洲了 所以他在澳洲很久很久了 哎 他就问我你喜欢涂什么 我就讲mayonnaise 他就听不懂了 听不懂了 我一直讲mayonnaise 一直到我那边指给他看 他讲哦 哦 mayonnaise 是吗 哈 哦 mayonnaise OK咯 然后后来 后来我去到美国的时候 我去burger king burger king 他可以问我 他会他会问我 你要不要什么酱的 哇 我就讲哦 mayonnaise drive-thru 然后那个人 那个 drive-thru的一直听不懂 是什么东西 mayonn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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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跟他讲 拜拜 社那种mayonnaise mayonnaise oh my god OK 啊 mayonnaise 啊 你的 机械式的拉扯 可以破坏掉那几个bond OK OK 最后要讲的关于蛋白质就是这个denature OK在还没有讲denature之前呢 我要各位想一下一个东西 水煮蛋 鸡蛋的蛋白 他是蛋白质来的 他在他没有煮之前 是液态 然后我们加热 他就变成固态 然后 他就一直维持这个固态 OK 我们的水啊 你降温结冰 他是固态 你加热了 他就变成液态 你再加热 他就变成气态 那气态啊 你再跟他降温 他又变成液态或者固态 可是为什么蛋白 哎这个水水的蛋白你煮了 他变成固态 就这样子了 有想过啊 很有意思对不对 那 讲到底就是蛋白质在作税 OK 什么叫蛋白质在作税呢 来讲denature denature的意思是当你的蛋白质 蛋白质啊 他啊 因为热 酸碱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破坏掉 他的结构 molecular confirmation OK 那个分子结构 那么 你就会把他的 呃 性质也破坏掉 OK 蛋白质啊 蛋白质啊 因为这些原因 他的 分子结构被破坏 那么他的那个 呃 性质也被破坏 OK 就是 例子 就是水煮蛋 而且这个东西是 irreversible 的 OK 不可逆的 破坏掉就破坏掉了 那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 呃 我不可以跟你 我不用跟你解释哦 哎 我不用跟你解释啊 不可逆的原因 因为挺复杂的 这个是到了大学 你才会读的 他涉及到化学的 thermodynamics anyway 啊 以这边这样子的 这个图为 为例子 OK 这是一个 啊 normal的 protein 他应该是要长的 这个样子 当他在 呃 不对的 温度也好 ph也好 他会改变 他的形状 成为这样子的话 他失去了 他的功能 他就叫做 denature ok 这一个啊 关于蛋白质的啊 denature 这个字很重要 denature denaturation denature 这个字很重要 当 呃 考试问的时候 呃 每次考试都会给例子 呃 热也好啊 酸也好啊 然后我们下一个章节是读美的啊 也是会有这样子 呃 不对的温度 不对的酸减度 那就问你说 哎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就要丢这个字出来哦 ok denature 或者denaturation 所以 记得这件事情啊 蛋白质 他好好的蛋白质 他有他的功能了 那么当你用热啊 用酸碱破坏掉他的结构的时候 他的功能就没有掉了 而且是不可逆的 那么这个情况就叫做denature 例子就是水煮蛋 ok 啊 讲到这边 蛋白质的也讲完了 下一个part是 啊 核杆转这个之后讲了 就这样子 结束 让我看完 我看完 这边